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小赏其实真是成熟了 我还以为她会跟上来呢 违反同学条例了啊 谁的条例啊 你不觉得 没了某些强迫症整理屁之后 咱们家舒适度提升了不少啊 老隋 你快看 李慧回来了 她买了好多好吃的 还有你喜欢吃的丫头 得了吧 都是你买的吧 我可不爱吃这些 鸭子那么可爱 人家才不爱吃鸭鸭呢 我看你每次去超市都买啊 肯定爱吃了不是我 你趁早赶紧都吃了吧 别浪费了 李慧 不可能 她不会按密码呢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去买了些水果 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们这儿 借宿一宿啊 来 我们这儿又不是酒店大哥 你们家不有酒店吗 今天这个季风啊 客房晚上调试设备 那你就回你那豪华小楼去 我给你说挺水的 还这么巧啊 那我们这小小漏市 小总是看上哪儿了 这个客厅就不错呀 试茶吧 老随 碰了吧 怎么了 小伙东泡二眼了 我夜生活长着呢 你还想干什么呀 吃水果 品尝小董特意带来的 他怎么经济这么网上啊 好客啊 看你来的一会儿别开心 好客气 好客气 你来吃哪个呀 吃哪个呀 这瓜我看能吃到夜深 看起来还不错 谢谢 吃瓜 我跟你说 有这个时间 还不是好好想想 怎么把李辉给劝回来呢 拒绝说人家男朋友的快递 你什么烂招啊 谁想他回来呀 我拒收完全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 幼稚 你 你不要这 你看你买这水果 又生又难吃 我要是你啊 压根就不会拒签 我没快递也给他寄一个快递 叫他回来取 对啊 买一个礼物 然后打电话 叫他回来签收 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吧 腹黑 真腹黑 你要是珍惜这个朋友啊 就早点行动 女人那是很容易 和别人划清界限 老死不相往来的 又犯救账 我 我没说你 我 我跟他说 来来来来 吃个馅 吃一个 来嘛 这瓜好甜啊 哪有你甜啊 哪有你甜啊 好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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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睡啊 还没睡上的 谁让你回到朋友 睡沙发的 是不是觉得我很小气啊 有那么点小可爱吧 可爱吗 哪里可爱 哪都可爱 起来 知道吗 老岁和李慧呢 他们两个发小 比咱们两个认识的时间还要久 用李慧的话说 咱们就是见证了彼此青春期的叛逆 情斗初开的初恋 还有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涯 现在又变成了同事 你说这份感情是不是很难得啊 你怎么会想起来的 想啊 我知道你想留下来的心情 毕竟有些朋友 失去了就找不回来了 小长期 嗯 如果说你的好朋友 你看到他可能会陷入到一段 可能会受伤的感情里 你会怎么做啊 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如果他遇到了危险 我会把他救出来 的确像你 但是那一天应该不会来了 因为我的好朋友 已经变成我的女朋友 我永远都不会让他受伤的 我这样不会啦 应该不会变价 Thought people 也不會变价 我小长期待Gwide 谢谢你 快点慢点啊 知道了 快点慢点啊 好 照顾你 你 火警 你干吗啊 干吗啊你 老孙 你们这大清早子就在这儿撒狗粮 还不允许我这个炮灰放个特效呢 何小冉 我记得你之前搬出来 就是因为你设有往回带男朋友吧 这能一样吗 什么情况啊 睡衣派对 对啊 我们三个刚才经历一场非常难忘的夜晚 这偶尔宽宽室友啊 才知道之前的生活多么水深火热 是不是下场气 有你就挺水深火热的 会 昨天晚上 不知道有谁特别爱想你回来呢 对对对 你吃明吃早餐 我给大家点外卖 不用了 我回来拿些换洗衣服就走 既然有些人觉得水深火热 我还在这儿讨人仙干嘛呀 对吧 对了 萧总 唐妍可能在吴苏多待几天 我想在季风给他开个房间 你打个折呗 没问题 谢了 你们继续 什么没问题啊 什么没问题啊 怎么就没问题了 你怎么那么没原则呀 你要是早上听到那火警的音效啊 你也会变得很没有原则 小萧总 这边请 这个架子是哪个 这边请 来两份早餐 然后两杯浓缩咖啡 好的 请稍等 昨晚没睡好 小总 你们在弄什么呢 这不是快六一节了吗 我们准备搞一个唤醒成年人 内心童真的留意节活动 这些都是布置现场的装饰跟道具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 是啊 能不能给我拿一些啊 可以啊 可以吧 小总 当然可以了 不是说回来 大家要一起讨论选题吗 对啊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嘛 我就想大家从这些里面找找灵感 李慧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和老崔小时候玩弹珠 好像你把他门牙给打掉了是不是 我那是让着他 后来他上小学 被那些高年级的欺负 抢走这些小卡片 还不是我姨 第一次还给他抢回来的 被做得鼻青脸肿 鼓着一个月都没来上课 每天都得我给他抄两份笔记 你还好意思说 还抄笔记呢 那你们印象最深的 一辆反派是哪一个 只有爸 不应该是《魔鬼司令》吗 不应该是《魔鬼司令》吗 你说呢 你没看过这个动画片啊 没有 你没看过 没有 小董 你怎么这么没童年啊 来 我给你讲讲啊 这个叫跳跳堂 我们小时候呢 就是最喜欢吃的 那边有个棒棒堂 这样跳跳堂以后 跳到嘴里面 蹦蹦蹦 爆炸的那种 我知道 还有这个啊 叫溜溜球 这我知道了 溜溜球我还不知道 老崔玩这个玩得可好了 还会技巧呢 老崔你来 等会儿 等会儿 那个我 我要去趟酒吧 唐燕叫 你们先聊啊 这么晚了还叫你啊 我送你吧 不用 我自己去 你要想最快见到他 我二轮摩托车是最快的 走吧 注意安全啊 好 你说他们俩这算是和好吗 你给他们整个 这么多鬼医生啊 谁架得住啊 有些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小时候都干什么了 跟我走 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你不是说我为什么没玩过那些吗 我把你喜欢的 我冒汗 你不老是在招呼 我让你仔细 你没玩过 我看我 都是你们都能玩的 你带着找着 我老是你 但是这些洗衣机 就好像有魔力一样 当你看着他们的时候 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转动 但你的时间 就停滞在那里 不需要任何人 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五颜六色的钢铁中心 瓶瓶罐罐的厚厨 还有充满冒险色彩的洗衣房 听起来感觉比弹珠四驱车那些 有意思多了 校长 姐 小朋友 我刚刚教了你那么多好玩的 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教教我 这个怎么玩啊 闭上眼睛 不许睁开啊 嗯 夜色那么深 夜那么震 通过亲密 的眼神 望着身边 我生有熟悉的人 今夜的冬天 睁开眼睛吧 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秘密 下次告诉你 明天要忙 今天我们就提前过 这是我们俩在一起 过的第一个节日 儿童节 以后所有的节日 我们都要一起过 这吴苏的悬挂姐 跟萧让齐什么关系 这悬挂姐的电台呢 唯一冠名商可就是季风啊 这小子 老萧要是让他早点回来 云兰可就不是现在这副光剧了 他不回来不代表没有动作 我听说啊 云兰准备在吴苏发展自营品牌 是啊 这是 这是 赵总 您不舒服 马上帮约小贤 好 约哪里 按酒厂 下个月 德剧的云端酒店开业 你让小齐回来帮我 还有 我的婚礼 也想让她帮我筹备 别人我不放心啊 对了 我怎么听说小齐 要在乌苏发展云兰的品牌啊 还在设想阶段吧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只有我爸知道 我真是替你不值啊 你兢兢业业支撑了云兰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让小齐抢股头 你爸不会是要把你们家 交给小齐来管呢 小博不也是 腿脚不好 就成不了大事了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咱们两家是市交 以后合作的路还长着呢 小齐陪我打两场球可以 但是在业务方面 你也不肯定 我是非你不可呀 兄弟 这事我替你来办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小心点儿 谁还不是个宝宝 这一看就是 是萧尚齐那个幼稚的人 想出来的主意吧 凡香可热烈了 这么好的活动 你要是不参加的话 那不就是跟不上朋友情 刷屏的节奏 广为你无苏小霸王的称号 难为你 为了给他找免费劳力 想了这么多借口 为金主爸爸服务 是我们的义务 李慧和唐言的事想通了 想通了 其实只要李慧在这份感情里 他开心就好 反正如果最后受伤了 也有我这个朋友给他兜着呢 这话听起来 心里暖暖的 还有一点小感动呢 没事 反正如果最后你分手了 也有我这个朋友给你兜着呢 乌鸦嘴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啊 好 这里虽然没有老鼠 但明显有老鼠啃咬过的痕迹 还有几类老鼠屎 这两桶油也已经过期 萧总 我们现在责令 季风餐厅停业轴盾 来吧 萧宝 好 骞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我们怎么可能用过期的油啊 这油你们见过吗 没有 这角落里的面粉袋 平时还真没注意过 难道咱们这儿真有老鼠 别胡说 行吧 你们先回去吧 走 我就没见过这儿油啊 我倒是知道 咱们现在应该讨论的 不是广告的问题 正因为咱们大家帮 和他们的紧密关系 现在 咱们更有责任和义务 跟听众朋友们交代清楚 什么意思 不管他们是不是咱们的管民商 如果他们真的在食品安全上面出的问题 就应该曝光它 不过在这之前 应该先调查清楚整件事情的真相 最好先找到发布视频的那个人 金金 我带大家来看看 这鸡丰酒店的场库 你看你看 这多张啊 你看这儿 这还有老鼠呢 这种地方拿出来的吃的 你们敢吃吗 萧总 还从这儿那约 把咱们出名了 赶紧帮我退了啊 退什么 先生 按照制度 你们这单我真的不能退 怎么不能退啊 你们酒店都成这样 谁还敢住啊 那餐厅有老鼠 酒店肯定也有老鼠啊 那老鼠都是一窝一窝的吧 什么老鼠啊 老鼠的事我们还没有查清楚呢 好了 贺斯 你来退了 当然得退了 我还没找你赔偿我的损失呢 先生 钱已经退到你们账户里了 萧总 这个 收了吧 收了吧 川总 小总之前的联系事情算是彻底白杆啊 这几天平台和系统上订单 都退订了 这下 博助率都快为零了 你看萧总 什么事都没有 到底是见过失眠呢 强撑了吧 行了 好好工作吧 这都多少天了啊 你怎么能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你不要等到这件事发酵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你再想着去处理 到时候就都晚了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呢 对啊 所以应该危机公关主动出击啊 你不要总想着冷处理 你以为这件事时间长了 大家都可以忘了吗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冷处理 我正在调查中 你是警察吗 你想破案啊 我也知道危机公关 他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但他是不是能更改网络 对这件事情的印象吗 反正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 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件事情 我只能交给云兰总部来处理了 我们已经联系上视频投稿人了 他愿意打进来 好的 为您转接 孝燃来了啊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来店有一些特殊 我留意到电台对面的季风餐厅 最近陷入了一场卫生安全事件 因为之前我们的节目里也介绍过这家餐厅 所以我本人非常关注这件事 也有幸交请到了这次视频的拍摄者 我们在这里称他为A先生 你好A先生 你好 这次老鼠出没的视频是您拍摄的吗 是的 您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 这个视频拍摄当时的情况吗 我就是去季风吃饭嘛 什么四方菜啊 那个菜哪里好吃啊 好难吃的好不好 都是噱头 您不要跑题了 请您讲一下视频的情况 反正这酒店就是脏乱菜了 那个厨房脏的呀 那勺子上面油腻机的 点心上面还盖着抹布 还有什么老鼠啊 昆虫啊 胡说 这说什么呢 气得我饭都吃不下啊 真是 就是 本来看那个视频解说就够震撼了 这生怕比较挺不穷 还现场解说 这给大家梦不是咱们季风灌名的吗 您是如何进入到酒店后处储藏间的 那还不是酒店管理中产 反正我就是那么进去了 我说这么多啊 那季风是你们的广告商吧 你们不会互相包庇吧 这一点您可以放心 我们是媒体在真相面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 这个酒店餐厅的问题绝对不是个例 管理凶产 我就随便走走 那个西方门前还有四大大的泡沫呢 也没人差 楼道里面有泡沫 那周围有没有立什么 小心地滑的立牌啊 我 我 我不记得了 但是这个酒店的地毯很脏 墙皮都发霉了 那您还记得发霉的准确地点是哪儿吗 客榜二楼东边的进 你听节目了 如果作为男朋友 我能不能请你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了 作为女朋友 我相信你 也相信季风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作为媒体工作者 我必须保持我的独立性和准确性 也必须给我的听众一个交代 所以 接下来我可能还是会继续跟进你 这才是我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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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了还逗我 不想你那么紧张吗 你放心吧 我会查清楚的 我也相信我们的小何主播 一定会查清真相 让所有的谣言和污蔑都不共自破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懂我的 不过我还没从当事人的裁缝中 找到什么突破口呢 我倒是找到了 这是距离洗衣房最近的监控 那余先生 必先说了谎话 但有一句话没说错 罗道里平时不会有泡沫的 那天出外 都能不能这么开心 她说在洗衣房附近 所以她应该就是那天前进的酒店 那经过洗衣房附近的人里面 就肯定有她 停一下 几个人 四哥 小二姐 咖啡 先放那儿吧 你找到了吗 不太确定 看不清楚脸 不过这个人应该可以 至少现在确定了 她在酒店的时间 酒店里有这么多摄像头 总有一个能拍到她 而且她说 在餐厅里面吃过饭 那就可以看一看餐厅 还有大堂 还有电梯 正能拍到最重要吗 你一切都没有 我们一切都没有 你一切都没有 你一切都没有 这听到是 你一切都没有 你一切都没有 我倾引你 我倾引你 你这些都没有 结婚了 我们要去找一个 发现什么了吗 你确有些发现 原来你那天等了我这么久 我是问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有用的线索 在其他地方 都没有发现那个人 走吧 咱们去透口气去吃点早饭 好 肖总 何主播 这是查了一夜呀 有新发现吗 好 真的很奇怪 他是肯定要经过餐厅和大堂的 我也听了你的节目 他说酒店墙壁有发霉的地方 原来确实是有 但是酒店翻修的时候 就已经修好了 就是他 在节目里说咱们酒店 就是他呀 上班去 走走走 别往心里去啊 除了这个事 大家心里都不太舒服 我刚去找老孟 说了个投诉的事 他还冲我犯了通牛皮筋 什么投诉 这六一节那天 好多人说糖醋小牌做酸了 他还不服气 孟师傅做的菜 不至于吧 今天要是还没有进展的话 原来总部就要召开记者会了 可是现在的网络环境 没有证据的辟谣 是没有可行对的 你等一下啊 这个借我用一下啊 这个借我用一下啊 这是什么 叶根魔术 什么意思啊 借你这叶根魔术 你一下也就知道了 我现在也就知道了 啊 好 你 怎么样 我跟太阳学的 她说看到彩虹就会有好运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晓月 有你在我身边 就会有温暖和好运 就是我的吉祥物 那你可得随时携带了 你看 什么投资 就六一节活动那天 糖醋小牌 好多人都说做酸了 她还不服气 孟师傅做的菜不至于吧 会不会是醋和酱油搞混了 怎么了 想什么呢 这个彩虹有点作用啊 走 彩虹不要了 这不对 这就有醋 你们听话里掺吐了 这不是发酵的那个酸 也许是那个A先生 竟来拍视频的时候做的 为什么 想让你做的才出问题呗 难道是我的瞅见 那人可多了 应该是和季风餐厅有过节的人 毕竟糖醋小牌 是我们的照牌菜 是 孝尚琴 也许我们的方向错了 从一开始 我们就在顺着那个A先生的思路 觉得他是酒店的客人 那如果说他不是呢 孝总 我发现监控里的那个人好像是 前厨师长老胡 好像是 你明天不用来吧 林总 把他把公司结了 你当我为你干的 我们都要看看 随眼来关你这破酒店的破餐厅 这样的话就说得通了 他根本就没走正门 是从这儿进去的 可离职员工的权限 都会被取消的 他们不可能从这儿进来 这个监控能拍下来 那天刚好系统升级 关了 那查门禁记录呢 如果有人来接应的话呢 查过了 当天晚上没有异常 难道就没有别的证据了吗 小默 你去帮我做件事 采访 可以啊 但是那车马费给多少 而且说好了 我是不露面的啊 小总 您找我 有个小东西挺可爱的 我想送给他呀 是 什么呀 这个可爱的小东西 叫做花枝鼠 你拿回去给太阳养吧 怎么了 不喜欢啊 觉得像老鼠 你知道的 选择摄像头检修日期 把人放进来 删除门禁记录 这些事只有你能做到 没错吧 是不是早就怀疑我了 是啊 毕竟这段时间 我在无苏的一举一动 都劳烦你 传递给护铺的赵总了 既然知道 我一直在帮赵明轩干事 为什么没有开除我呀 因为有些事我想让他知道 我之前调查过你 五年前 你在赵明轩手底下做过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赵总确实帮了我不少 我带着太阳来无苏 一个单亲爸爸 想立足不容易 这情我早晚是得还的 他说太阳大了 建议我们换个城市 让太阳受到更好的教育 你倒挺实实求实的 他让我把胡东 就是那个被你开除的厨师长 放进后厨来投尸 然后再调到后铺的酒店去工作 老胡说他在后厨看看调料 就可以把味道模仿到七八成 我没想到 他是进来拍视频陷害疾风 所以后来 你用客人投诉的事 和酒店墙壁原来发霉的事 想把大家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与计讽与过节的人身上 事后我去质问过他 他说这都是赵总的意思 还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出卖我 让我不要插手 他的确没说是你接应的 那 那 那 你 事情做了就会心虚 不然一只小老鼠 就让你慌手慌脚了 你要 Narva 那你就说话 你不信心虚 你不信心虚 这就是什么 你不信心虚 谢谢观看